《德國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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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進港農1987年 簽合約的情景 去英國受訓 回來第一次開飛機 連串地在腦袋浮出來 家耀環是不捨得 以後不能穿了 這一款制服我穿了差不多七年 這麼大的公司 國泰洪空都是上市集團 其實真的沒想過會裁員 在被裁員之前 我也有想過製造一個類似的市集 被裁員也是一個過程 被裁員並不是世界每日 大家都明白,一定要移動 這是一三毫跑道 一百三十五度 即是向東南 而反過來 在裏員門飛進來 就三百一十五度 俗稱叫三一跑道 以前我們飛行回來 在這個林降落 控制著這隻飛機 心情很緊張 這個原裝的 63歲的葉恩雄 是香港第一代華裔機師 1987年 他加入當時只是成立了兩年的港龍航空 由建閘機師做起 駕飛機是由小到大 其中一個夢想 不敢說是志向 因為當時請的機師 全部都是在外國請回來 對一個香港人來說 可以說機會是零的 直至1985年港龍成立 招聘本地人做飛機師 葉恩雄終於有機會完成夢想 後來他進升為本港民航界第一位華人政機長 國泰港龍在10月結束營運 亦為葉恩雄的33年職業生涯畫上句號 都一定會懷念 一定會不捨得 我想跟很多人一樣 港龍在香港這個品牌 跟我們一起成長 看到港龍的標誌 覺得港龍是一間香港的航空公司 在港龍誕生之前 以香港為基地的航空公司 只有英知的國泰航空 1985年 曹光彪、鮑玉江等華商 創立港龍 打破這個局面 港龍成立初期 受制於港府政策 只可以凝辦一些次要航線 以往返內地的鮑機為主 葉恩雄還記得 他初入行時 飛去內地的情景 那個年代 內地只有一間航空公司 就是中國民航 CAAC 那隻飛機 千篇一律 都是一個顏色 一個標誌 我們有一隻飛機 有英文 有中文 也有紅色 白色 也有一條金龍 在尾上 他們的機場工作人員 覺得很好奇 所以經常都帶上相機 要求我們跟他們拍照 或者他們自己拍照 都會拿港龍的飛機做背景 這個就是我們機師的所謂新家 就是飛行的紀錄 這裡是第一本 然後這三十多年來 都填滿了幾本的飛機 編化最大就是在90年代 當內地開放 很多外地的人 如果想入內地 一定要經香港轉機才入 因為那時候沒有直航 就給了港龍很多發展的空間 由我初出入港龍 三艘飛機 不斷增加飛機 踏入90年代 本港航運業蓬勃發展 港龍的業務也都攀上高峰 隨著航線和航班增加 需要增聘人手 Anita 1994年大學畢業 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港龍空姐 一做就26年 港龍當時的工資 比起其他行業公司 差不多是最高工資 她有一個姐姐和弟弟 之後都加入港龍 做空中服務員 我第三個姐姐和我弟弟 都加入了港龍 一直都覺得 好像我的第二回家 因為已經26年了 每一次上飛機 是很有歸屬感 我們公司就沒有國泰那邊 那麼大的規模 所以人是比較少 早期進去的時候 可能只有二、三百人 我是每一個組織 我們都認識的 最有人情味就是 我初初進去 說過頭幾年 每樣東西 我們有需要 或者覺得客人有需要 我們提出的要求 公司都很快就會聽 去採納我們的意見 是會跟著做的 繼1990年入股港龍 國泰在2006年 更加全面收購港龍 到2016年 港龍這個品牌 正式改為國泰港龍 Anita說 合併之後 發現資源越來越緊縮 初初是不知道的 以為大公司收購 一定有很多東西 比以前好 後期減到麵包 都不會多一袋 麵包可能會一班機 多幾個 三個 即五個 你跌了就沒有了 尤其是我們 出著名多延避 因為我們非國內 一個延避是很長的時候 所有的物資 每個客人都要問你 拿多一點點食物 拿多個雪糕 拿多個麵包 拿多個麵包 頂下肚 但是你沒有就是沒有了 今天會是最後的 Cathé Dragon的品牌 之後 35年歷史 Dragon Air 然後Cathé Dragon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 國泰10月宣布大裁員 並且即時結束旗下的 國泰港龍 這個35年的本地品牌 從此成為歷史 其實疫情以來 我們的工作 就是變成一個月 可能只有一班機 或者一個月都沒有飛到一班機 只要stand by 有心理準備 是知道有一天會裁員 但是沒有心理準備 是結業 這部平板電腦 是公司給員工用來做事的 和客人 嗨 我終於離開香港了 這一段的影片 就是我最後一班機 就飛去成都 因為飛機需要消毒 所以我們就在這裏 很無聊 我不是去拍下大家 當時的情況 幸好是因為這個影片 我才能留念 至少見到我最後一班機的同事 當時有沒有想過 可能是最後一班機 沒有的 因為那時候 是8月30日 都沒有特別消息 說得很惡劣 公司宣佈結業那早 Anita 按照常打開 平板電腦 想打開它 就在十秒之內 一個個APP 眼前消失 那種感覺 就好像很想 對手去捉住它 因為 我裏面還有些相片 和珍貴的影片 已經拍不回 可能我們太多人反映了 隔了好像 我忘了兩天 三天 就自動出回來 只是相報 葉恩雄在港龍做機師三十幾年 原本還有兩年就退休 他訓練和考核過大約三百名機師 大家都打算在交制服和裝備限期之前 在這裡做一個告別的合照 很開心 看到他們其實 都是很積極 很正面地應對這件事 有些人會作一個過度性轉身 找其他工作做著 始終大家都會堅持 回到這個行業做回飛機師 那時候我還是很年輕 很年輕 我就差不多退休了 所以對我的影響 不算太大 但是我不會再飛 記住 溫固之身 保持身心健康 一定會有機會回到航空界 第二天 你檢查別人的時間 記得讓我在床上坐 看看你如何檢查別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當然要我 你當然要我 由我入港龍 1987年 簽合約的情景 去英國受訓 回來第一次開飛機 都好像連串 在腦裡浮出來 我希望將我的經驗 或者知識 傳達給接鵬人 如果航空事業在香港 開始復甦 我希望這些機會 可以給予香港人 人生都是有起有落 現在的話 都要無奈接受 但起碼我也是 曾經在這間公司 最輝煌的時候 我也是在這裡 好渴望 оля 好的 還好 我們希望你回到 快速 謝謝你 為 complaint感覺 《CafeDragon》 Cafe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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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后就加入港龙凶者行列的安妮塔 随着公司结束 48岁的她第一次失业 头过一两天是真的很徬徨的 因为之前都听过很多朋友 也是中年失业的 但原来当时发生在自己身上 真的是另一个世界 今天来到就是我二十几年来 都没有试过去见工的 要做interviewee 真是很白金交集 真是发梦都想不到 有一天我会自己是要再去见工 安妮塔在港龙 由前线空姐做到经理 工作包括面试空中服务员的认证者 今次就轮到她自己见工 她是认证一间发展商的 楼盘导赏员职位 职责包括带客人去中山看楼 推销居家案劳 因为老板不在香港 她透过视像会议见工 Customer Service我们就已经价修就熟 我们公司是本身有一套的训练 就是教我们怎样面对老人家 或者是坐轮椅的客人 现在就觉得是迫到你的impact 就去想一下 你自己要出去闯一下 不要坐在自己的comfort zone里面 其实我还是很年轻而已 今次国泰集团 遣散5300名驻港员工 占本港员工总数大约两成 而留下的也都要签署新合约 接受减薪 在新型冠状病毒试约全球之下 航空业今年客运量暴跌 国泰虽然在6月 已经获得港府注资和贷款273亿元 但就说每个月仍然流出15至20亿元现金 集团说今次重组耗资22亿元 预计每个月省到5亿 33岁的Jacky在国泰做空少5年半 是今次大裁员中无了份工 本身在科大计算机工程导读 毕业之后做了大概三至四年的相关工作 但因为觉得真的太沉悶了 我就尝试去做空中服务员 这辆车每次都会经过超马大桥 之前会见很多飞机升降 风光也很漂亮 我们通常是上班回答 看见很多人穿白色衣服 然后见到一起去东会城 你要先走 失业第六天 Jacky去东涌 准备出席工会搞的会员大会 了解公司的赔偿方案 和新合约细节 很多细节大家都不肯定 时发布和航空业有关的短片 多谢大家 待会见 你好 几位 希望可以采访到一些被炒员工的感想 或者未来的动向 或者未炒的要留下 面对新合约的变化 究竟有什么感想 你好 我们是非法集会 有没有充斥访访访访呢 不要紧 如果不可以就说不可以 因为很大部分的人 都是还在職未被裁的人员 很多时候因为还有公司的关系 未必愿意上镜 或者未必愿意上镜 接着访问 第2三 什么 第2 先来看看 我坐在那里 现在没有人 他才会 你不只一个人做 你不只一个人做 好 好 停一 有没有发现 身边的朋友和亲戚 常常都说 公司帮你一些漂亮的酒店 不就好 Jacky和同事成立的频道 原意是为了兴趣 现在就探索着 有没有机会化为收入 你不笑 本身这个频道成立的目的 就是想集合一些群组 在疫情期间 相对体可能没什么做 或者想做一些东西 尝试新的东西 我们本身拍的理念和概念 都是想给多娱乐同行 最初全部都是无常地做 如果这件事是成功 或者觉得是OK的话 我们可能会转型做一些 好像production house的形式 可能做一些制片 或者会帮别人拍片 拍广告 拍一些商业的东西 但是也是很初步 因为不容易可以制成一个收入 现在要还的是不舍得 以后不能穿了 这款制服我都跟着 穿了差不多七年 April在港龙做了十年空姐 疫情开始了 自己其实都怕上班 怕细菌带了回家 所以当时都拿了两个月的无薪假 我都是本身家里的经济支柱 有爸爸妈妈和妹妹 虽然他们都会有他们的工作 但主要收入来源都是我 显散了 所以家伙人很担心 这天 他将空姐制服 职员证等等公司物品 执好 准备寄回公司 当时加入这个行业 就打算看多一点世界 觉得这份工作多姿多彩 可能体验三四年 可能会再转上班 但做到第五、第六年左右 我就开始觉得 这份工作都挺适合自己 最后这一年左右 试过裁一批很大批的 backoffice的人员 然后上年有些政治风波 就开始有炒人 到最后我就觉得 这份工作也挺危险的 自己会不会被炒呢 这么大公司 郭泰和胸都是上市集团 真的没想过会裁员 记检 郭泰成 看着他裁的箱子 就是东西真的拿不出来 好像放下了一些很久的东西 放下了一些很有纪念性的东西 放下了一些很有纪念性的东西 那就是 少少不开心的 但是也要继续向前走的 April被遣散之前几个月 已经和朋友开了这间企业培训公司 最近还在装修中 这里由租场到设计 再怎么铺任何地毡 有什么颜色的油 所有傢俬 电器都是我一手一脚去设计 或者怎么订回来 他说 因为去年已经开始觉得 那份工不稳定 今年趁疫情停飞期间 就去了进修销售技巧 留在中间的一条通道 记住 最大的困难是心理压力 以前做空姐就是 下班就下班 拉回家 可能放两天假才会再上班 但是现在就每一天 都好像正在上班 24小时每一秒 都要想着工作的东西 还有原来创业 是所有东西都关你事的 甚至乎倒垃圾的东西 或者公司聘请什么人 甚至一间公司怎么设计 怎么运行 营运下去 都是关自己事的时候 责任是非常重大 多于打工很多 同样被裁走的 国泰空少Jacky 和一群受裁员 或者减薪影响的 空中服务员 这天搞了个市集 卖时装 和推销他们的手作产品 很辛苦 不要紧 在未裁员之前 我也有想过 搞一个类似的市集 但是在开始 大家都不会这么主动 去推荐自己 因为都怕公司 有些法律不给 现在就是一个契机 令大家都很愿意 去放胆出来试 放在这盘袋上去 都保持着有些人留在这里 我听到当事反应也挺好 因为选择得挺英俊 辛苦你们了 你们做了些东西 我们才可以这样做事 是 行业、旅游业都比较差 大家都没得出外消费 很多时候都留在本网消费 这个市集就可以给大家 做一个小时的开始 订阅你们快乐 被裁员不关系 被裁员也是一个过程 大家要向将来发展 大家都明白 一定要运动 所以我靠大家 帮我分享 我希望大家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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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